这个是红卷 我会拿出来根剪掉老叶子 先掉积水房间器 Anthony的问世菜园 种的是无毒的水耕蔬菜 许多外面不常见的生菜 这里都找得到 其心动念是因为 每每陪着太太回娘家 总是闻到浓浓的农药味 让他兴起种无毒蔬菜的念头 失去大学他们也是在做 就刚刚开始做得很好 然后餐量越来越多 就没有办法自己吃 送朋友家庭什么 然后他们有在送朋友 到最后有人问我们 我可以买你的菜吗 你要买我的菜真的 有吗 然后就对啊 你的东西超好吃的 我要很健康的 OK 没有想过 但是OK 朋友们都说 Anthony是天生绿手指 什么植物到他手上都会生气勃勃 既然如此就勇敢做大梦 租下废弃的温室重新打造 但第一年就遇到牙虫危机 心血复之一具 父亲俩却始终没有想过要放弃 更想要透过食农教育 让大家更了解水跟蔬菜 我那么开心做 我听音乐 我可以控制 我稍微控制温度 那个什么的 很开心的做 是不是别的小朋友看到 会觉得我也可以啊 我们是做对的啦 我随便什么想 还是我知道 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啦 是帮助网警 个人 家庭 全世界 根本我们是一个小小的 喜欢说我们可以越来越大 从美国来到台湾 从一位生意人变成农夫 对Anthony来说 是想都想不到的人生转变 但可以确信的是 他喜欢当农夫 也知道走在一条对的道路上 不只种出无毒安心的蔬菜 也要透过教育 一步一脚印 改变这个社会 好吗 怎么样 有点イシグナieve 什么 嗯 对 嗯 对 对 我们